叶超 你给我出来 怎么了这是 李超来了 伯母 妈 我哥他在家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找我干吗 怎么了 昨晚上去哪儿了 昨天晚上跟你们庆祝完我就去 去找朋友了 完了我就回来 回来睡觉了 干吗 睡觉了是吧 能不能打个淘宝 你干什么 这是去哪儿了啊 你偷着东西的啊 你给你偷东西的 你老实交代 你老实交代你 干吗呢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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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傻啊 你偷了偷别人的 干吗偷自己人的 吃里扒烂啊你 你说 对不起啊 我错了 你 你听我解释 不是那么回事 你别生气 不是那么回事 明初 我错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明初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对什么东西你就偷啊 因为 因为 给钱 给钱 给钱你就这么做 不是 是 一开始只让我去打听 你们那个项目成功没有 就给钱 后来 他 他们让我去偷 我要是不去偷的话 他们就逼我还钱 可是那钱我已经花完了 我 我还不了钱 我 我只能去偷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们偷心理学做出来的东西 谁让你这么干的 谁支持你的 夏强 说 偷 偷来了 再给溜完 夏强是你偷的 我说叶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明初 你这个人怎么 真是不做白血又鱼 真是不想爱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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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故意的 臭小子 你知道那东西值多少钱吗 多少钱 他值一个亿 他值一个亿 一个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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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一个亿 一个亿的东西 踏大六万六匡谱 他就是个王八蛋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走 你跟我当冠局 你说 你跟我当冠局 你啥不 你拿什么猜 他拿什么猜 你不能走 你别给我妈了 别 超哥 你也看到了 现在彭达集团那边 他是死不承认 那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 去抓夏强那个人 算了 最后关起来的只会是叶状 那关他也没有办法了 你看我哥他活了二十几年 依然是这个样子 也该让他受点教训 初 冷静点 冷静点 他们绝对不会承认 绝对会说自己没有拿 没用的 没用的 那我们就只能这样了吗 妈 孟杰出去了 他没回来啊 那为什么我看到他车 停在院子里啊 他去姜蕾家了 什么 又去姜蕾家了 怎么跟他说都说不听呢 小强 小杰的固执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让孙嫂准备了饭菜 说是要给小蕾送过去 他这想干吗 他那么喜欢小蕾 干脆就让他结婚算了 妈 您这说什么话呢 小强 你的心情我理解 如果不是小蕾帮忙 你怎么会平安无事呢 妈 你别给我提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啊 您是只知其一根本不知其啊 您知道江蕾到底想干吗吗 他其实是想扳倒我爸 这什么意思啊 我爸被调查的那段时间里面 他是最卖力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您去问崔秘书 我爸被调查的那段时间 崔秘书一直陪着呢 妈 我跟您说 现在连爸都不知道 他现在完全只相信姜蕾 根本把我当个傻子一样 江蕾呢就一直在骗 一直在哄 他就是一个混蛋 妈 这么跟您说吧 我爸对江志平的态度 您是知道的了 一直都很压制 其实江蕾从小对我们家和对我爸 心里就埋藏着一个仇恨的种子 那您想想看 为什么他突然间转变那么大 原来如此 你不这么说 妈都不明白 拿你东西 滚蛋 妈 我错了 事实上我也是被骗了 一句被骗就行了吗 一个亿呀 你知道你痛了多大脑子吗你 你拿什么来陪 妈 这事我已经彻底反省过了 妈 你这次就饶我一次吧 你上来呀你 滚蛋 妈 怎么了 哥 你干吗跪着呀 你起来 明珠 这事我知道错了 虽然我以前总犯错误 但这事我真的是没有恶意 你就原谅我吧 你先起来再说 你起来 你别管他 老婆走 妈 你干吗要这样呢 我哥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现在知道错了 妈 妈 你放心 李超的东西他们光有图纸是做不出来的 你不用太担心 你就原谅他吧 啊 妈 你听 多庆幸啊 你闭嘴呀 你还有脸水 拿你东西看你 滚蛋呀 妈 妈 妈 你听我说几句 夏强说给我六万 我就想着 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地去摆摊了 金珠的学费 我也能帮着分担一点 可是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要是知道会这样 我肯定打死也不干 妈 找我这一次 我以后肯定堂堂正正地做个男人 妈 我错了 妈 跟我 你先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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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回过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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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先回过去